最近在英国有新闻说有8个小孩 因为一种小孩 A型链球菌感染了之后就死亡 我用点时间跟大家解释一下 看完之后你就知道需不需要担心这件事 首先要解释名字 因为这些报纸报道的时候都挺混乱的 有时候它叫做Globe A Strap 即是A型链球菌 有时候也叫做Invasive Group A Strap 或者叫GAS 其实都是同一种菌 它全名叫Streptococcus pyrogenus 其实你这么看名字都知道它是怎样的 只不过我们大部分人不懂拉丁文 因为拉丁文已经说了它是什么 Strap就是一条链 Caucus就是一个球形 即是帘球菌的形状 就一粒粒粒圆形 但是它生了你出来的时候 它就不是一粒粒独立个体 通常就喜欢一串 粒在一起 一串一粒粒的 你就大概知道它在做什么了 有人会问A型又是什么 A型其实是微生物学家发明一些方便的方法 有一个很出名的美国女性的微生物学家叫Lanceville 他用了一个方法用一些抗原 去混合一些细菌在一起 看看它有什么反应 不同的细菌有不同的反应 这种Extreptococcus pyrogynus 它是归类于A型的意思 这些纯粹学术的东西大家不用知道 总之叫Group A就行了 可能不少人都听过这种菌引起喉咙痛 有一个很出名的喉糖都用这个字来做名 喉咙痛没有什么 但是小部分人来说它会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们叫Invasive 什么叫Invasive 什么叫Non-Evasive Invasive的意思就是说它进了一些不应该存在 本身是没有菌的地方 比如进了我们的血 进了血周围去 影响我们很多器官 那就很危险了 你说进了喉咙算不算Invasive 算不算入侵性呢 进了喉咙就不叫Invasive 因为喉咙本身也有菌 因为它多只菌 它产生了感染 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你刚刚说它会引起脓瘡 它是会引起皮肤发炎 就是在皮肤那里受制 然后穿了之后就变成了黄色的病 但这件事也是相对 也不算Invasive 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它会引起一种病 可能有些人会听过的 就是叫声红热 叫Scarlet fever Scarlet即是很红 声红热除了皮肤出疹之外 也是一条颗都会红 看起来好像是士多啤梨 那可以这么说 绝大部分 就是这种菌引起的那些病 如果是Invasive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这种菌 记住不是新的菌 这种菌 就是我们医学界已经知道了 可能超过一百年了 但是这种菌 可能感染人类 可能已经数千年了 那我们也有药医的 其实最简单 它就可以用盘尼西林的抗生素来到医 那就算它是严重那些 你发现得早 你看医生看得早 吃抗生素就一样没有问题 那其实今年英国这波疫情 就比以往 就是疫情之前 它好像就早发生了一点点 那你说它是不是 现在很危险 就是死亡率高得很紧 看起来又不是真的这样的 都仍然是很少很少部分 那这种传染的方式 其实跟COVID差不多 都是非没传染 或者那些打了黑痴 那些物件表面 加少表面你碰到 接着又碰到 那个腻膜 嘴啊眼啊那些传染的 所以就预防COVID的方法 就是多洗手 有病就留在家 不要上学 有需要 如果有病的话 就戴口罩 那就最稳妥了 那当然如果有喉咙痛得很厉害 又发高烧 很辛苦的话 尤其是那些小孩 如果真的严重 就是真的会invasion 真的会入侵性 有危险性 那种呢 通常呢 那些人呢 就落了型的了 就是不玩不吃啊 那些人呢 就借了軟了 躺了那些那些 那些呢 就一定要小心些 不过好彩呢 这件事是很少见的 那当然升红热 大家都要小心些 如果小朋友 发烧 周身呢 就有些很红的疹 摸下去呢 那些呢 那都是看一下医生 那些呢 护流感啊 sqlub a strap 就是这些A型链球菌啊 再加上covid呢 现在都是非常之多 那很多人是因为这些入院的 那原因呢 就当然呢 就外面很多的阴谋论那些 就各自各说各话了 硬硬呢 就将这件事呢 fit in 到自己的理论那里 那里 那反疫苗那些人就说是疫苗引起啊 有些人又说covid引起啊 那就是各样的 其实呢 so far来说 看来的证据 主要的原因呢 都是跟那个rsp 就是跟之前那个hifuka系统 红包病毒就多了 那差不多了 那原理呢 就是说因为lock down 就算不lock down都好了 那很多地方呢 就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少了 小朋友呢 接触到这些呼吸系统 这些病毒的机会呢 这过去两三年呢 就少了很多 那现在突然间 开放回了 接触回了 那因为那个免疫系统的 记忆力就没那么好了 因为几年没接触过了嘛 那变了呢 就一开始一开放回 就容易传染到 其实是这样的意思的 那所以呢 所以大家小心一点 就没什么很太担心的事情的 那最后也要顺便说一句 那中国呢 就真的打算开放回 那如果大家有亲戚朋友 在内地的话呢 那尤其是那些老人家 那长期病患高危一族呢 如果未打针 或者未打加强剂那些呢 如果医生都建议的话呢 就尽快打回针 那就最稳定了 那因为呢 如果真的一旦 Omicron爆发开来呢 传染到的话呢 那可能呢 很多人会感染到 高危一族呢 是真的有些风险的 今天希望呢 将这个讯息呢 好那今天说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 那请你留言 点赞 订阅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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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